但是今天呢我们是要讲这个第二讲 鸦片战争前后 轻统治集团禁烟方针的错位 鸦片战争前后 轻统治集团禁烟方针的错位 那么我们在上一讲啊 曾经讲过一些相关的内容 我们讲到呢 在鸦片战争前后 轻统治集团内部啊 为了着禁烟的问题 发表过很多议论 那么在这些议论当中呢 有很多可贵的建议 或者值得肯定的一些想法 你比如 那么在队内 严禁 种植鸦片 严禁 新政府的官吏 士兵 获得 普通的市民 普通的老百姓 来吸取鸦片 那么对外 严格禁止 鸦片的输入 这是他们一些 正确的一些建议 那么但是呢 我们也会看到 在清统治集团 如何禁烟这个问题上 也有一些议论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错位现象 那么今天呢 我这想 就清统治集团禁烟的 这种思想上的错位 以及这种错位的影响 谈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那么这一讲 我分两个问题讲 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题目是 清统治集团禁烟方针的三次错位 清统治集团禁烟方针的三次错位 那么亚片战争前后 清统治集团禁烟方针 那么我感觉呢 大致发生过三次 比较明显的这种错位现象 三次比较明显的错位 首先讲第一次 那么我们在上一讲呢 也曾经讲过 就在1838年以前 那么清政府啊 为了禁决雅片 曾经颁布过很多呢 禁烟的律令 这些禁烟的一些法令 那么这些禁烟的法令 在具体的禁烟实践当中 是吧 那么被留为句文 没有取得这个很好的预期的效果 那么但是 就清政府所颁布的这些禁烟的律令 他所实行的这种断绝亚片来源 与遏制 亚片 这个流毒 这种病举病重的这种禁烟方针 就此而言 那么他们这种禁烟方针呢 应该说是对的 无可厚非的 那么如果就 清政府对于违反禁令 贩卖亚片 吸食亚片 以及开设亚片烟馆 这些人的这种惩处而论 应该说呢 也是比较严格的 那么因此 这是清政府这以上的这些禁烟的 这种方针政策 应该说呢 是比较正确的 那么但是随着这历史的发展 由于外国亚片烟饭的这种猖狂的武装走私 那么同时也是由于清政府励志的腐败 压编问题啊 始终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来禁止 来禁绝 那么正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也是我前面所讲的 太常四卿徐乃继 在1836年 提出了一个在理论上 是荒谬的 那么在社会实践当中 危害极大的一种迟进的方针 也就是迟进两天 那么徐乃继提出来的这个迟进的主张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清统治集团内部 关于禁烟议论的第一次错位 这是第一次错位 那么徐乃继提出来的这个迟进的这种主张 那么虽然在当时一部分奉建市大夫当中 奉建官僚当中具有一定的市场 但是由于很快 遭到了清政府内部的一些人的这种激烈的批评 像朱尊啊 是吧 许球啊 任玉林呢 受到这些人的一些批评 那么而且呢 徐乃继这个迟进主张 也没有被清情所采纳 更没有实行 那么因此呢 这个徐乃继提出来这个迟进的主张 没有对中国社会啊 造成实际的这种恶劣的社会影响 那么这是我想的第一次错位 那么1838年6月 红龙四卿 黄绝斯 同样是有感于清政府立志的腐败 这个鸦片呢 是理尽不止 那么因此他提出了 以众治吸尸者 为重点 而治鸦片走私入口 于不顾的 这样一种至内不至外的 这么一种禁言方针 那么黄绝斯的这种 至内不至外的这种方针 我认为呢 可以把它看作是 清统治集团禁言议论的第二次错位 第二次错位 那么如果说 徐乃继提出来的迟进主张 是清统治集团禁言政策的一次错位 人们呢 是不难理解 也不难接受 那么但是如果说到黄绝斯的 这种严禁的主张 那么也是清统治集团禁言政策的一次严重的错位 那么他就和史学界的一种传统的观点 就不一致了 那么就恐怕很难被人们所接受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国家的史学界当中 人们对于黄绝斯都是给予正面的积极的评价的 在前面讲到很少有人对他进行批评 那么我在这里 之所以说黄绝斯的这种严禁主张 也是清政府禁言政策的一次错位 我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或者说我的理由有三点 现在我讲第一点理由 那么第一点理由是 由于黄绝斯对于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 利用鸦片来侵略中国的本质 认识不够清楚 对于这个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的本质认识不够清楚 那么同时也是深受中国传统的 王者不置疑敌的 这种华谊之变 这种思想的影响 那么就导致了 他所提出来的禁言的措施 提出这些主张 没有对外国的亚天输入问题 提出积极的 有效的这种对策 这是我讲到错位的第一个理由 那么我说黄绝斯禁言主张 是清政府禁言政策的一次错位 第二个理由 那么就是黄绝斯的严谨主张 与徐乃继的持进主张 反映出了一种共同的本质内容 什么本质内容 那么这就是清朝统治阶级 在军被废持国力衰弱的 这种情况之下 没有力量去应付 新兴的资本领国家的挑战 心理上失去了平衡 那么在这么种情况之下 他就力图 以国内致民的尊严 是吧 治理 严谨老百姓 以这种尊严 来继续维持 宫建主义统治的这种无奈的心态 反正说他们很无奈 那么也充分反映出了 宫建官僚政治的弊端 何富百无能 那么以及清党府 这个官员们呢 不了解世界大事 这么一种本质 这是我讲的黄金斯的纪念主张 批准错位的第二个理由 那么第三个理由 黄金斯提出来的纪念的这种方针 我们前面讲到了 利润很宏大 是吧 目的很高尚 那么他的这个本意在于呢 彻底进阅雅建 那么这个呢 毫无疑问呢 是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一个利益 那么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 如果说一旦黄金斯提出来的这种 进内而不进外的进言政策 一旦付诸真正的实践 付诸实施 那么势必会造成外国的雅建冤犯 更加的有恃无果 是吧 这鸦片呢 就会更加的肆虐的泛滥 就是前面 这个清政府的官员所讲的 原不清流其可知 是吧 基本根源没有治理 这个流怎么能够治理呢 那么前面我们也讲到啊 就是黄金斯提出这个主张啊 因为他有他的局限 是吧 那么后来呢 被清政府呢 所修正 那么这是清政府 这个禁言主张的 这个第二次错误 那么下面我讲第三次错误 那么鸦腿战争以后 是吧 那么中国呢 是以失败而告终 是吧 同外国签了那些不平等条约 那么在这个时候 清朝的封建统治阶级 是吧 不考虑如何的奋发出降 也没有认真的分析 英国对中国发动轻裂战争的一个根本原因 那么只是非常消极的接受了亚变战争的教训 那么他们认为啊 那么之所以会爆发亚变战争 是由于林德许在这个广州啊 收缴外国的亚变烟 导致的引起了这个亚变战争 那么这种错误的认识 就造成了清政府禁言方针 以及他的实践的 又一次实质性的 也就是第三次重大的错位 这是第三次 我们看一看呢 这个时候 这个清政府官员呢 对这个禁言问题啊 他们是怎么想的 1842年7月27号 当时啊 奉命 与已经濒临南京城下的英军议和的 这个两江总督叫做牛建 牛建在给英国的代表 普警察的这个照会当中他讲 他说由于这个亚变呢 大量泛滥 中国政府就不得不进行亚变 那么牛建的这种立场和这个态度 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是对的 那么但是牛建接着又讲 说什么呢 他说中国呢 指自尽古华民之西施儿 也就是说 中国仅仅是重置 自己的西施亚变的人 而不去惩处外国的亚变输入者 那么牛建说 为什么呢 他说 因为呢 除非贵国强使之买 强使之时也 说最初 并不是英国人 强迫中国人一定要买 强迫中国人一定要吸食亚变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国有买食之幼民 故贵国有贩卖之幼民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中国有买亚变的这些不良的老百姓 所以说你们英国贵国 才会有贩卖鸦片的这些不良的老百姓 幼民 那么牛建的这个说法 这个理论 应该说 就犯了从黄金斯 同样的一个源流不分 因果倒置了这么一个错误 这是当时这个两英总督 牛建的一个说法 那么当时奉命从英军谈判的 亲台大臣齐英 那么他为了稀释宁人 也是为了尽快的结束中中期间那种战争状态 那么齐英呢 也向普顶察表示 说什么呢 说中国 以后将把禁烟的范围 严格的限制在中国的国内 那么至于各国商船 携带哑片与否 中国无需过问 也无需对他们采取任何措施 那么这是齐英 对这个普顶察 讲了一段话 1843年8月 齐英在从普顶察 谈判中外通商章城的时候 又向英国方面讲 说什么呢 说中国 严禁亚片各条例 均所以约束中国人民 未尝禁击外国 那就是中国呀 制定了一些严禁亚片的条例 这干什么呢 是约束中国人的 没有涉及到外国人 那么同年的11月 齐英在给道光皇帝的密奏当中 更是荒谬的提出一个观点 叫个什么呢 说凡事皆当 先清其元 做什么事情 叫先清其元 独禁烟 应先节其流 还说禁烟 应该呢 首先禁止国内的稀释者 还是呢 这个放弃 对于这个原流的这种治理 这种禁止 那么齐英 牛健 这些人的这个上述这个议论 毫无疑问 是极其错误的 那么理所当然的 应该受到人们的批评 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但是在这儿 我要指出的是什么呢 说齐英也好 牛健也好 他们的这种思想变化 不是他们个人思想 或者态度的一种转变 那么实际上呢 是反映出了清政府 他的禁烟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 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看一看呢 这个当时这个清政府的最高统织者 道光皇帝 怎么认识这个人 那么道光皇帝看到齐英的奏折之后 在这个奏折上就做了一个批示 他认为啊 齐英所见真切 那就颁发了一个上述 这个上述当中是讲 说鸦片烟随来自外移 那么但是呢 总由内地人民 惩欲玩法 甘心自呛 以致流毒日深 如果另行禁止 不认阳凤阴违 西施之风 既决 侵犯者 既无力可图 他还是讲 中国这个鸦片之所以也泛滥 是于中国人自己 是吧 来吸食鸦片 那么中国人如果禁决了自己中国人的吸食鸦片 那么外国人无力可图 是吧 他无力可图 是吧 那么这个就 鸦片烟就可以 无尽而自知已 那么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那么清政府 就特别的 申明了禁令 讲什么呢 所以以后 内地的官民 当官的 或者老百姓 如果再有开设烟馆 以及散卖鸦片烟土的 或者既是吸食鸦片的人 再有这种人 武当暗律惩办 武烧姑息 这是道光皇帝要颁布的正面上狱 那么这个上狱 可以说呢 标志着清政府 在亚军战争之后 这个禁烟错位 以后最后的形成 那么道光帝之后 就是咸丰朝 那么咸丰朝的时候 咸丰皇帝 也曾经再次寄予给 两将总督陆建营 那么就命令陆建营 要严惩 吸食鸦片的人 那么咸丰皇帝 仍然是在讲 在强调一个什么问题呢 说中国没有买食鸦片的人 那么贩卖者不屈自退 该遗伤 就是英国商人 该遗伤 不能获利 势必不能救助中国 也就是说啊 这个鸦片呢 就会不尽自绝 那么这是第二次 鸦片战争之后 轻松的其团 那么这个禁烟思想的 一个错问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那么在史学界 有些人就认为 说齐英也好 牛舰也好 这些人本来就是一个 反对严禁鸦片的 一个持进派 说他们提倡的 这种境内不境外的 这种方针 是由于他们受到了 英国代表普敬查 等人的这种挑唆 是受到了普敬查的煽祸 那么对于这种说法 我认为呢 也是有点考虑的方式